美國聯邦檢察官說他們並沒有對名譽掃地的美國自行車賽手阿姆斯特朗提出起訴的計劃 阿姆斯特朗曾經在使用提高比賽成績的若問問題上說謊 領導美國聯邦調查人員對阿姆斯特朗進行調查的美國檢察官在星期二說 檢察官在去年就已經決定結束針對阿姆斯特朗的案件 但政府將會繼續關注事態發展 41歲的阿姆斯特朗幾年來一直否認他使用禁約 但美國反興奮制機構在去年發現阿姆斯特朗欺騙的證據 阿姆斯特朗被瘋奪七次還發自行車賽的冠軍套俠 並且被判終生不能參加任何自行車比賽 阿姆斯特朗上個月在接受奧普拉電視採訪時承認使用禁約 他希望對他的禁賽令在某個時候能夠被解除 一個都只是被告的 阿姆斯特朗 他聯理軍中英文 一ğu首信 そう是